刘沛洋的英文教室 成语造句片第18集 那我们这个讲 at home am brain held bacon light sat on but nobody's on heat books on holiday 这五个成语 你再看看 这个五个成语 你是不是在家 at home am 是不是在家里呢 brain held bacon 是不是带回家 把腊肉带回家的意思 light sat on 灯是开着的 但是没有人在家 heat book 打书 打书干嘛呢 打掉灰尘吗 on holiday 是不是在假日里面 字面上意思看起来 但实际上并不是 那我们用at home am 我们来造个句子 他对于这个陌生人打交道 实在有一套 身为一家之主呢 他努力维持一家的生计 我们可以用brain held bacon 我尽力教这个小男孩数学 那我们造型也可以教他 英文啊 中文啊 历史地理 化学生物都可以 但就教不会 小孩子笨死了 怎么叫教不会 那这个跟 跟那个家里灯是打开的呢 但没有人在家有什么关系呢 下周逢期末考 我要加油念书了 那跟打书有什么关系呢 那你不能说 这个 拿书本泄气啊 打书本泄气啊 邻家去 邻家 一家人 一口人 全家去马德里 西班牙马德里度家了 那我们可以这样造句 那我们先看这五个成语 他的意思 at home in 不是在家里怎么样 而是be good at something 这是something的缩写 就是对某些事情呢 很行 很在行 拿手 be good at something 而不是在家 那什么意思呢 就跟在家一样吗 你在家里 什么都熟门熟路啊 什么都锅碗瓢盆啊 卧室厕所摆哪里 一回家 就我们就回到家里了 很轻松啊 一些了如执掌 就是像家里一样 很熟 熟门熟路 Bring home the bacon 那是不是把 把培根啊 腊肉啊 带回家 to go out and earn a living 就是到外面啊 意思是去工作 到外面去 去赚生计 赚钱 养家活口 赚生活费 living or earn money for the family 或者是啊 就是赚钱养家 就是赚钱养家 就是赚钱养家的意思啊 就是维持生计 所以 Bring home the bacon 拿拿肉回家 就是 养家活口的意思 Lights are on but nobody's home You should describe 用来作为 形容一个 stupid person 一个笨蛋 形容笨蛋 家里的灯开着 但是没人在家 就来形容 啊 一个人很笨 很笨 Head box 打这个书 就study very hard 就是一直打书 可打书呢 就是用功念书 一直不断的撞击书 一直不断的 把脑筋灌进去 把全部心思 像打书一样 全部灌到书里面 恨不得 恨不得把书打一顿 全力跟这个书拼了 就是说 用功念书 就Head box 所以你说 在字面上 那一张 Nobody's home Head box 意思猜不太出来 所以成语就妙在这里 所以外国 比如报纸啦 文章啦 老外讲话 他喜欢用礼语 喜欢用当地的画 土画 方言 喜欢用成语 用片语 那就完了 你说 我们说 我单只认识了一万多只 可是怎么 一到外国 一到美国 美国 达拉斯 到美国佛罗里达 到英国的约克郡 到北爱尔兰 到苏格兰 到加拿大 文革华 温泰华 到外国的地方 我英文好像没什么用 简单的基本 当然会 可是他们动不动地讲一些我听不懂的话 可是是英文 听起来是英文 不是他们其他的话 很多的卡在这里 那当然这种情况 也不只是 我们亚洲人会碰到 美国到英国也很累 英国到加拿大很累 加拿大到欧洲也很累 基本上是可以沟通 但是他们回头自己人一讲 就不行 比如说 我到大陆 四川 一些地方 广东 广西 山东 一去 他们讲的话我都听得懂 我台湾来的都听得懂 我说奇怪 连四川话我也听得懂 结果一回头他们自己讲完全听不懂 比如说我老家南京 南京 亲戚 虽然是第一次见面 都讲了 都听得懂 觉得南京话跟普通话 国语差不多 就他们回头一讲 自己也一叽叽叽叽一讲 我听不懂 所以后来他们就说 四川给我讲个川普 四川普通话 南京的 南京普通话 是这个意思 上旅行 上旅行 就是上旅行 不是在假日 而是度假 度假 所以我们念一下 at home angels be good at something 在好拿手 bring home the bacon to go out and earn a living or earn money for the family lights are on but nobody's on 就是 老子不在家 你脑袋怎么空空的 怎么讲就是 脑袋没有人 你怎么脑袋跟家里一样 空空的 没有人 进不去 脑袋没有灵魂 心思不在 you should describe a stupid person to study very hard hear the book 这个加S 输了很多本 on holiday just on vacation 那我们来实战一下 他与陌生人打交道 实在 假舞几头 非常有一套 she is at home in communicating with strangers 他和陌生人沟通 communicating means communication 动词communicate communicate communicate 可以是动词 也可以是染病 他意思很多 就是他对于 跟陌生人打交道 at home in 好像回家一样 熟门熟路的 一般人跟陌生人一讲话 卡卡的 不知道该讲什么 那不行 他人来熟 一看到人他就熟了 厉害 身为一家之主呢 他努力维持一家的生机 那我们可以讲 我们例句啊 当然你造句可以完全不一样 每个人造句都不一样 as a father of the family 身为家里 家长 一家之主 赚钱养家 当下不一定 可能妈妈赚的钱更多 可能爸爸失业 像李安 大导演 一段时间没工作 老婆养家 当然 后来他当大导演 那韩国瑜也是 十几年没上班 以前干过立法委员 后来没干了 他老婆 当过记者 当过县议员 后来家里又开双语学校 养家婆扣 he has been tried hard to bring home the bacon 他还是很努力的 把腊肉 把猪肉 把培根 带回家 就努力维持一下 身体出去赚钱 as a father of the family he has been tried hard to bring home the bacon 如果念成beacon 那就是灯塔了 bacon就是腊肉培根了 beacon就是灯塔了 我尽力教这个男孩子数学 但就教不会 I try to teach the boy math 或者teach the boy history English都可以 sandly 但是 be Edison the lights on but nobody's on 但就教不会 脑袋空空 家里没人 脑袋没有人租 吸收不进去 笨蛋了 笨死了 放牛班了 放弃了 I try to teach the boy math sandly the lights on but nobody's on 下个礼拜要期中考了 我家有念书 I had a mid-turn exam last week so I need to hit a book recently 那我下个礼拜呢 就要期中考了 所以呢 so就是连接词 所以它可以两个动词 你看have也是动词 need也是动词 可以 连接词前后可以一个动词 那你后面可以再加连接词 在家可以 但只是说人家看得很烦 所以我必须要敲打一些书 最近 不是的 所以我最近要 要加油念书 I had a mid-turn exam or the examination next week so 或者therefore 都可以加这个 and and so but or 这些都是 连接词 conjunction so I need to hit a book recently 林家 或者王家 成家都可以 林家一家人去马德里度假了 Mr. Lane's family went to Madrid 西班牙首都 Madrid on vacation 去度假了 Mr. Lane's family went to Madrid on vacation 好 那把这些念一下 你就记住一下 这些词 本来你看不懂 现在你知道了 我们要熟悉一下 或者你有兴趣 你可以自己造句 那重点要会用 英文就是你要用 你不能光是背 而第一个阶段是 我不知道 那就是 脑袋一片空白 第二个阶段就是 我有记 我有背 好会了 可是你不用 第一个 马上你就忘了 没多久就忘了 过一阵就忘了 而且你还是不会用 第三个阶段呢 就是我用了 用了以后大脑经过思考 经过变化 那你就比较对这个意识融会观 你有用吗 最高的阶段就是常常用 就一辈子不会忘 那你好吗 The lights are on, but nobody's home. I had a maternity exam this week, so I need to hit the books recently. I had a maternity examination this week, so I need to hit the books recently. Mr. Lee's family went to Madrid on vacation. 这个 Madrid,我们英文,当时它是西班牙的英文,但是英文的它是大学生, Madrid,不要叫Madrid,也不要叫Madrid. 蝴蝶鹰大卷蛇 Mr. Lee's family,这也是大卷蛇,Family也是,Mr. Lee's family went to Madrid on vacation. 这Went就是半卷蛇,你看,Family大卷蛇,Went卷一半,Madrid大卷蛇,Vacation,K就是这个A,又不卷蛇, 大卷蛇,中卷蛇,大卷蛇,不卷蛇,所以这个英文要念得好,也不容易了,要分得很清楚,这一集讲到这里。